大家好 今天3月3号 今天呢来到了新加坡 Carton Hotel 的一个饭店 来到那个新加坡的 南边一个Carton Hotel 的饭店我们要在这个饭店 里面住 住三个晚上 住三个晚上 大列和我们介绍一下下 两个人的房子这样 麻烦你等一下再战口往过一下 浴室呢 这边真的是地方比较小 所以每一方都小巧小巧的 跟那天去越南的 完全不相同 感觉上起来也蛮 清爽的啦只是说 这个的大小型 可能只有那天我们去 去那个的 四分之一的大 四分之一的大 可能那个浴室的话 那个房间可能只有越南的 那个河内浴室的大小而已 但是起来还蛮那个的 其实两个人这样睡的 非常非常棒 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下 就是很简约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 来新加坡六天在这边住三天 初三天的一个 一个房间 这个地方是温室啊 哦 这么小啊 哦 那么小 哦 我以为好大 我以为在顶楼 哈哈 结果 结果是在这里 哇 我以为跟上次 我们去那个一样 去那个一样 我说顶楼 那应该是very的ok 我们就在楼下 有小小的 就这样 好我们 哎 他说 新加坡的南边呢 比较高楼大厦 其他机场那边也不行 还有军事地区也不行 所以就只有那个大楼的话 就是酒店的地方 酒店的地方 都是都是在这个南 南边的地方 南边的地方 所以南边呢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啊现在呢 刚好是新加坡的 其实他不算雨季 他说一年到头呢 大概有100 好像180天都在下雨 啊因为下雨天呢 雨季呢应该是在2月底 就已经过了 现在是3月初 啊但是因为他说他这个地方 就是新加坡就算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城市的国家 所以呢 他的环境受到很多地方的影响 所以他就是周边全部都是海 所以呢他的气候很容易受到周边的影响 所以呢这个地方 常常下雨 他说长50公里 宽27 所以他们如果开车开20分钟的地方 都叫做很远的 对 新加坡第一次到访 来这边的感觉 虽然是下雨天 但是呢 树木非常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非常多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感觉上好像起来的话 对而且他们的水全部都是用买的 都从印尼那边买 从那个就是隔壁的那个 那里是哪里 印尼 印尼是比较远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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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有坐两座桥 大概两公里就到了 所以他们有很多东西 都到马来西亚那边去 对 虽然说马来西亚说 到马来西亚很近 可是他们有时候开车开很久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的物资很贵很贵 所以马来西亚那边的物资比较便宜 所以他们马 在新加坡当地的人 都会跑到那边去买东西 所以呢 往往那里就会塞车 塞很厉害塞很厉害 所以就是这样 跟朋友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Carton Hotel 在新加坡 第一次到訪新加坡 就是来这边住三天 好 好 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 就会 就会集合 五点半 我们六点 要去吃那个 就是 迎宾 迎宾餐 今天晚上有一个迎宾的餐会 OK 就这样 好 下个影片再见 谢谢